我好不容易才有今天这个局面 我不能放弃这一次 就当帮我一次忙 快点放回刘公公 名利只是过夜云烟 这一次我是替天行道 哈哈哈哈 我命由我不由天 故事再简单不过 道理再浅显没有 初看太极张三丰 只觉董天宝让人恨得牙痒痒 到底幼稚 再看太极张三丰 防止董天宝好似齐同伟 高启祥一般的存在 当然算不上励志典型 但却活成了现实该有的模样 齐同伟说 哪怕搭上我的性命 我也要胜天伴子 高启祥说 我做好人的时候 坏人欺负我 我做坏人的时候 好人审判我 什么是黑怕 什么是对错 董天宝说 我命由我不由天 坏人为什么总是那么嚣张 没办法 现实所迫 守着那些所谓的规矩 齐同伟就只能被扔到基层司法所 高启祥甚至连生存都有困难 就连少林寺都有黑哨 直接吹断了董天宝 想要成为第一武僧的梦想 诚然 名利只是过眼云烟 但这种话都是谁在说 要么追求不到 极度所致 要么已经拥有 演讲必备 所以 到底该相信谁 到底该怎么办 键盘上 你当然可以要求 什么正确的三观 强调什么原则底线 但在现实中 道理不重要 吃饱吃好 才是关键 离开少林寺 军宝和天宝 刚刚闯入现实世界 便遇到了这样的现实 相公 真的是你 你 秋雪 你怎么到京城来了 闭嘴 好一个千里巡夫啊 不过 他已经不姓慕容 入坠我们家 跟我姓刘 如果不是我 他早就饿死了 男人都是贱货 谁能够给他风流快活 荣华富贵 他就会留在谁的身边 这么简单 你都不懂啊 坏人总是用丑恶的嘴脸 告诉我们最为浅显的道理 男人如此 女人亦然 真正的爱情 遇到柴米油盐 立马变得不堪一击 世人总在指责陈世美 但那是公主啊 那是荣华富贵啊 那代表着几十年 乃至几辈子努力 都达不到的高度 点个头就能轻松拥有 试问 几人能够抵住诱惑 当然 除了键盘侠 键盘永远无所不能 慕容白 如果选择秋雪 我们会道一声浪子回头 但如果慕容白 仍然坚持信流 谩骂声当然会有 但绝对不会 多过心里的极度 这是人性 容不得抬杠 当然 慕容白 没有让现实释放 到底给出了常见的态度 秋雪 你走吧 慕容白 已经变成了狗 就该跟着她的主人 以前我每晚抱着这个情当宝 不管再怎么的苦 我都舍不得把它卖掉 现在人是已非 把她还给你 一把情 触怒了刘锦妹妹 惹来了一顿打斗 半下阵来的刘锦妹妹 只能拿慕容白出去 这番操作又给了世人 安慰自己的理由 你闹够了没有 我已经跟你恩断义学了 你还不走 你看什么 不识抬去 走啊 荣华富贵哪有那么容易 需要先舍弃男人的尊严才行 妹子良心挣钱 肉能香 水能甜 小白兔真就会真心爱上你 现实已经给了我们答案 区别只在于愿不愿意承认而已 把钱交出来 为什么 交税啊 个人所得税50文钱 善用官地税50文钱 娱乐事业税50文钱 一共是150文钱 我不给 抗拒交税 给我抓起来 现实世界需要吃饭穿衣 军宝和天宝总要生活 但两人刚想凭着自己的本事 挣钱活下去 现实就扑面而来 而且不带丝毫伪装 交钱你就活不下去 不交你就会立马消失 你能怎么办 要么造反 要么努力融入其中 天宝不过是选择了后者而已 大人 我们身份卑微 跟天斗跟地斗 就是不敢跟官斗 这一起 大人您收下 算你事项 大人 我们两兄弟出道贵宝地 什么也不会 空用一身蛮力 希望能够追随大人 满嘴油枪滑药 该打 多谢大恩赐的 天宝的表现 当然有理由指责 但身处底层 拼命活着的时候 哪还有什么道理可讲 哪还有什么三观约束 原则底线 我要活着 我要吃饭 我就是要抓住一切机会 用尽一切手段 寻得一个好去处 努力往上爬 天宝抓住了机会 真就改变了命运 按照天宝的性格 就算明朝覆灭 也能再次投降 寻得一份好差事 然后世代相传 就此确立一个家族的兴旺 如此案例比比皆是 圣人后代也莫过于此 当然 天宝败于用力过猛 但这只是电影的表现形式 不允许天宝成功而已 君宝之所以还能坚持 那是因为佛孝楼的收留 但天下哪有那么多的佛孝楼 更何况 就算佛孝楼 也逃不过现实的折磨 情况还是那个情况 事情还是那个事情 要么痛快交钱 人家能给你一个收钱的理由 就已经算是讲究 要么你就是反朝廷 挨打只是基础 拘留才是常态 甚至还可以一刀砍了你 命都没有了 还强调什么三观道德 规矩原则 留着名垂千古 还是留给世人一声叹息 或者成为别人识时务的负面典型 按照税吏的话说 面对绝对实力 反抗只是徒劳 甚至还有生命危险 要做就做董天宝 先融入其中 再取而代之 然后你才有资格改变现状 当然 更多的人像极了天宝 爬到山顶以后 便不想再改变 什么是对 什么是错 动乱年代 谈这个太奢侈 现实世界 活下去才是硬道理 按照动作电影的基本设定 诚恶扬扬善 乃系传统格调 坏人要败到一塌糊涂 好人要赢得淋漓酣唱 只是 现实的剧情又会如何发展 投靠了刘公公以后 天宝急需一个出头的机会 悍然出卖了佛校楼 成为了出卖朋友和兄弟的坏人 我还以为他们有三头六倍 谁知道是堂臂党剧 不过你这招抛砖淫欲 让他们自投罗网 的确省了我不少功夫 请忽略刘公公的成语 使用频率 重点关注董天宝的回话技巧 主打一个表忠心 再加上立功的事实 自然能够换来进步的机会 锦衣卫阵服使从四品官职 按照明朝官制 基本相当于父亲 时可谓一步登天 彻底改变了命运 除了出卖朋友和兄弟 就连自己最喜欢的女人 都不能阻挡自己的进步 来看小冬瓜的命运 你怎么可以收留一个叛党的军营里 你这个阵服使是怎么干的 我之所以会成功 就是不需要支撑女人 不过我没叫你杀了她 公公不喜欢女人 我怎么可以为女人耽误大事 心狠手辣毫不留情 方式当然不可取 但精神是不是值得学习 毫不容忌抓住的机会 怎可为外物所动 怎可被感情影响 总有人觉得为了爱情 放弃一些东西才算伟大 才能证明自己是真爱 但现实告诉我们 如果你没钱 如果你混不好 没人会念及你当初的牺牲和付出 就只会觉得你无能 老婆孩子都养不起 所以你告诉我什么是对 什么是错 什么才是男人该坚持的东西 除了努力的精神 董天宝的办事能力 又有多少人望尘莫及 贪贱刘公公 这是我抓回来的叛党 另外还有真来的税 我要做的事都被你做完了 向公公学习 一辈子都学不完 我只是尽量让公公高枕无忧 功劳都是领导的 哪怕领导没有参与 那也是领导教会的结果 如此董天宝 哪个领导不喜欢 因为董天宝的努力工作 领导有了政绩 而且得到了上级领导的充分认可 而董天宝仍能坚持出行 始终坚持将功劳退给领导 满足了领导的人性和利益 领导哪能罔顾你的前途和命运 干脆你一起跟我入京 你跟他们说 多谢公公 如果军宝没再出现 如果天宝针就入京面生 会不会成为指挥石 会不会再有破纪录的提拔速度 其实电影到这里就该结束 这才是现实会有的模样 无奈却无比真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